现任苗栗县第一选区立委的陈超明挑战四连霸顺利连任 由兼任选委会主委的县长钟东景颁发当选证书 陈超明以座右铭民事不可缓勉励自己 他也将勤走基层用心推动海线地区交通建设以及产业园区 苗栗县第十一届第一选区立委 由挑战四连霸的政坛老将陈超明连任成功 身兼选委会主委的县长钟东景颁发当选证书 选完了我们就是要开始努力工作 那这几天也跟委员有密切的接触 将来立法院他在立法院我们在县政府一定会做最好的配合 为海线还需要建设的地方再努力 因为绝对没有叫做建设完成 再怎么做都还是需要让乡亲过更幸福快乐的日子 陈超明以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的得票率赢得胜选 选区海线总共八乡镇 陈超明强调四年时间根本不够用 通宵愿理地区需加速交通建设 台六十一线房里交流道的开辟 还有一个叫做峭谷丘 苗一四零线的这个桥梁要去改善 这是几个交通建设的重要重点 那在通宵就有同楼科学园区联络 通宵的一个道路 这势必要开辟 交通为建设之母 苗栗海线需为中小企业开辟市场舞台 产业园区推动势在必新 通宵科学园区已经持续的成熟发展 有直软科学园区发展的趋势 所有现在在跟他们努力的推动 那个都市计划的变更 不然通宵这样的发展会受到宣示 民事不可换是陈超明的组有名 接下来第十一届立委重任 他强调灌溉丽家乡的脚步将不停歇 同事不可换是陈超虚的 同事不可换是陈超虚点的